HELLO,HELLO,2020年3月16日,各位漫迷早晨,欢迎来到今天第三节的漫迷早晨节目 首先交代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说 昨晚大家开Live开得都挺开心的,那今晚大家有没有兴趣呢? 说真的,今晚10点半,我说有空的 但问题就是,我也想知道大家会不会昨晚才刚开完Live,今晚想不想开呢? 其实这段时间都挺沉悶的,因为没有播放,晚上电视又没有播放 那我就OK的,但跟昨天的规计一样,不过今次有点不同 我就想这样说,如果你真的留言说今晚10点半开的话 你是会来的,那才好好留言,好吗? 因为我知道昨天很多朋友都是留言支持的,其实他未必有空的 但今天我就想,今天这条片我的目标是6点钟左右就会上载的 那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告诉我 究竟你们是不是10点半真的有空的? 如果是的,足够50个朋友的,那我就开了 但今次记住了,你们真的会来的才好开 不要就这样说支持,知道吗? 还有我也呼吁一下,世界各地的其他朋友 如果你有兴趣加入Live,都希望你们可以留言 因为我觉得昨天有位美国的朋友 有些其他地方的朋友一起讨论,一起聊天,其实都真的很有趣 所以就是这样,今天的盘口也是一样的 50个留言,就可以开的了 不如这样说,你们当然可以 本身因为这条片的留言都OK的 但是,你说明,如果你是留言的 如果有50个,关于今晚10点半开的留言,那今晚就开了 如果不够的话,就不开的了 因为其实我自己都5050,即是开不开好呢? 我也不知道,有空就有空的,不过看大家 OK,这是第一件事先交代了 那大家记住了 第二件事,有些朋友都仍然跟我说 大把收不到的通知,怎么办 那我就在自己的手机版上研究了些东西 我发觉原来的问题可能是这样的 大家现在要看一下画面了 这个就是我的手机画面,就是在我这个频道 这个,现在按摩的这里 就是那个,我发觉原来 有些人的手机,就本身 你一按下去那个按键 你那个手机可能会 本身阻止了你YouTube的 那个 notification 好像这个这样,这个案子就阻止了 阻止了之后,你就要解锁 这个锁,就是把它按回去,不要阻止了 这样才会收到YouTube的通知 所以有些朋友,为何收不到通知呢? 可能就是其中一件事了 现在已经收到通知了 另外,原来有两个通知 有一个通知就是这个 上高多了个两篇 多了两篇就是所有通知你都收到 这个没有了两篇就是一些 特别的通知你才收到 OK 所以我再停一次给大家看 如果大家的照片 一定收到万迷早晨的 这个节目的通知 记得,无论你在电脑上高也好 或者在手机上高也好 你那个通知的小零星 就一定要有一个小零之外 加多两篇 加多两篇才是所有通知才收到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只是收到部分的通知 有些朋友经常问我 为什么呢? 这个就应该希望解答了大家 无论在电脑或者手机上高 都是这个零星 要加多两篇才收到所有通知 自己查一下 因为据我所知道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YouTube跟我说 大约有五百多个朋友 是有个八字的 就是做了这个 所有通知都收到的 那就是说还有很多朋友 不是的 那你们自己查一下 好了 这一节其实是找数系列 昨天我说说 其实我觉得最重中之重 就是房中伟 一个马迪的接班人 其实这个球员 Dennis Eccaria 我听闻了他大约是几个星期 因为有几宗不同的报导 都说我们曼联对他很有兴趣 而他的位置正正就是房中伟 首先我选了一篇新的报导 介绍少少少这位球员 接着就会说一下 对于我来说 究竟 这个新的报导 给大家看看 有四个 Dennis Eccaria 真的不是流料的 说完这篇报导之后 我就会说一下 我做了一些研究 究竟这位朋友 是不是适合我们呢 当然 其实最想的是 有哪些朋友 很熟得甲的 很熟悉 很熟悉 这个帽子 很熟悉 很熟悉 当然 很熟悉 很熟悉 2017年 在Young Boys 这个球队 好像我们对过他 好像欧巴贝 加盟了武信家 2017年 曼联就已经很有兴趣 找他帮忙 可能会是普巴 或者是马迪的替保 其实摩是马迪的替保 OK 原来除了我们有兴趣 利物浦、马蒂 和多蒙特 都对这位 瑞士的中场有兴趣 但是 虽然很多 欧洲的球会 我们几个球会 都有兴趣 但武信家柏的足球总监 Max Alv 就说 其实他也挺有信心 Sakaria 明年 都会继续在武信家柏 他就这么说 他说 其实很大机会 Dennis 都仍然继续 明年都会和我们一起 最重要的重点是 如果他们有欧联 踢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 现在他们排第四 其实理论上 现在的位置 他们有的 所以 他们也是6分 相差 比起 冠军的 白人莫尼克 所以 其实 他也真的有这个机会 是 踢到欧联 如果假设这位 居球总监说的是真的话 如果有欧联 他就不走的话 我们又要等一等 但是当然 这些事情 不能尽信 因为说到转会费 当你肯付一定的钱的时候 很多事情就不同了 OK 好了 到我的研究 说真的 如果我告诉你们 我很熟德格 我很熟悟信家柏 我知道这位球员是什么 老实说 大家认识我都知道 一定是说大话 德格我不是看太多 说真的 冠军家柏的波 我更加看得少 所以今早 我也是看YouTube 这位球员看下去 都挺硬正的 应该都看下去不错 但是说真的 是真的好表面 我常常都跟朋友说 各位漫迷都这么说 看那些球王片 看那些YouTube片 很多时候 展触过 就展触了最精彩 他们最劲的表现出来 所以千万不要尽信 没有办法 我自己也没有理由 现在立刻找回 武选家柏 那么多球 还要看足球 全场 才能看到真章 唯有信一些数据 OK 我在Who score 这个网页 找了 Sakaria的数据 我将他和 马迪 比较 还有我找回 大约一年多 1314年的卡叔 看看他们的比较 是如何 我们一起看看 比赛上踢 现在球季未完 所以马迪和Sakaria 踢的场数一定少些 这个没问题 比赛上阵的分钟 也没有意思 但是入球方面 卡叔在过一季 只入了一球 马迪今季还未入球 去年就好像入球 但是Sakaria 都已经入球了 以防中来计 他的入球能力 都算是不错 说真的 助攻 马迪 Sakaria已经有两个 卡叔当年是没有助攻 所以我想说 虽然是防中 但是我们当然也希望 他有一定的进攻能力 因为马迪 在他最好的年纪的时候 其实他也有入球 在我们也有入球 在车仔也有入球 他的软射 其实年纪比较轻一点 年纪比较轻一点的时候 是不错 所以我们既然说 希望他可以打到马迪 或卡叔的位 我们当然希望 他有差不多的入球能力 王牌来说 这个要小心 Sakaria的王牌也挺多 有七张 当然了 今季马迪 上阵少 所以只有一张 卡叔也有五张 所以其实也差不多 可以这么说 大家都没有红牌 这个 这个 头锤也挺重要 因为我经常都觉得 头锤在防中位 其实也挺重要 这件事 他就不够 就是马迪 好了 马迪在高空的赢球 很多时候 差点赢了1.8次 每场球平均 那他 Sakaria 和卡叔差不多 都是0.9 0.8 这方面 我认为 可能 差一点 这个力度 他这个 谁赢了一个评分 这个只能够大家听听 未必能够作准 三个来说 他最高分 其实也差不多 7.06 7.06 好了 只是看防守方面的数据 防守方面 TACO 即是拦截 他每场平均2.1 和马迪和卡叔差不多 所以算是一个不错的数据 Intercept 即是截到球 马迪是1.2 Sakaria 1.6 确实比马迪更好 但是卡叔 大家看看 卡叔真的厉害 卡叔的球路 这个为什么卡叔厉害 他看到球路是很精通的 所以就有2.8次 Intercept OK 他和马迪差不多 卡叔更少 说真的 现在看卡叔的数据 真的觉得这个人 真的 真的 你说真的 当时看他踢球 也没觉得他那么厉害 现在看这些数据 真的不是开玩笑 OK 预位那些 不需要太着重 差不多 清波 1.1 1.3 2 也是卡叔清先 引球前进 卡叔和他差不多 马迪的引球尺寸 比较多 但问题就是 我们已经说过了 马迪经常保持球 也有机会脱球 所以 这个未必是一件太好的事 好了 Block 即是挡住球 每场0.4 0.5 0.3 三个都不差得很远 自己进入就没自己进 卡叔原来那季自己进入了一球 在防守方面的数据 根据这个Who score Sakaria比卡叔和马迪更好 不过这个又是那句 不要再太过作准 再看看进攻 进攻的数据 Sakaria 就好像所说 入了两球 也有两个作弓 在三个里面是最理想 然后Key Pass 他就少一些 他只有0.5 马迪只有0.8 和卡叔有一 即是他自己射门有能力 但在做直线的传送 可能他就比较差一点 不过这件事 其实我也想这么说 他这件事不是太好的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班努帮忙 做一些前面的直线 说真的 我都说过 如果我们的全球队 应该就有普巴粉 他也可以在中场较后的地方 做一些Key Pass 再者 我们两位中坚 如果是老麦 麦加亚 或者是联特洛夫 其实他们也有能力 交出一些Key Pass 所以 Ascarria在Key Pass方面 比较弱 我自己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OK 那 抱歉 刚才防守的 offside 应该是他 有没有包月位位 其实这件事 就吃虧了 他就包月位位 那方面 offside 他就包了0.2 即他都比较有这个数据 OK 好 最后看传送的数据 传送的数据 有两个作弓 之前也说过 Key Pass 那些也说过 那些Crosses 即是一些长传 它是没有的 可能这件事比较 不是 Crosses是什么 应该是两边传播 那他就少一些 那Long Ball 交长球 跟卡叔差得完 这个也是 说真的 看卡叔以前的Long Pass 真是 简直是两件事 真是很难找得回 OK 那% 传送准成率 其实也差不多 80多 甚至乎比马迪更好 好 好了 那这个就是一些 数据上高 和大家分享 那我再一个综合意见 我觉得 其实这位 Zakaria 如果我们有机会 签他回来 这个新的报道 没有说到多少钱 我记忆中是三千至四千万磅 的 我看过另一个报道 不过这个 这个没有 我记忆 这个凭记忆 应该是三四千万磅 我觉得 如果价钱不超过五千万磅 其实绝对可以 有得考虑的 那当然 大家会想 就说得甲 一定不行 我觉得这个 其实反而 得甲在防守球员方面 如果他的数据 或者比较上打得好 是可以的 因为其实 德甲 比较纯尚去进攻 很多球队都以攻为守 反而出好的防守球员 就比较少 他既然在一个 纯尚进攻的联赛 在防守数据方面 都出色 其实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所以 在数据方面 我觉得 他绝对值得一试 当然 希望 如果是在三千万磅 的 range 会比较合理一些 如果要去到四千多五千万磅 我就觉得 是高的 即是转回费是高的 如果三千万磅 绝对有得考虑 去到五千万磅 要重新考虑 要考虑 要考虑 好了 但适不适合方面 看样子 应该都挺适合的 他的好处 就是说 他比较上 都很努力 pass也是准 当然 他有个最势底的地方 就是高空波 不太行 其实都是差一点 因为虽然我们现在有墨加也帮忙 帮忙 如果墨汤出场的话 墨汤也帮忙 可能他就变成了 和墨汤两个 就看下不同的场次了 如果对方是比较上 多用高波的话 可能会出墨汤多些 相反的话 就可以出回Sakaria多些 OK 因为刚才说 看到 其实几项数据 都和马迪 或者和卡苏 都有得废 当然 看回卡苏 卡苏真的厉害很多 但是 我们现在叫他帮忙 顶马迪 所以 我也觉得 他应该 有信心 顶到马迪 功能 所以 我自己觉得 这个绝对是一个 选择 两个东西 第一 你们觉得 这个是否好的选择 第二 最好 如果有些朋友 很喜欢看德国的 或者比较熟德国的 可以告诉我们 究竟这个Sakaria 是否真的 我现在看到 一个好球员 是值得我们 签他进来呢 OK 最后再说一句 关于今晚十点半 开不开Live的盘口 就是 50个 叫大巴 开Live的留言 还有记得 如果你留言 十点半 真的有空来 如果够的 就开 不够就不开 坦白 我自己都五十五十 因为昨天才开完 但如果大家都觉得 真的十点半 大家吹下水 开心点 那就做 看看够不够五十人 多谢各位收听收睇 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 拜拜